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俄烏戰不停兩週年特別報導 我是秦林謙 烏爾戰爭打滿兩週年了 我們要帶你來看 過去一年備受國際矚目的烏克蘭大反攻 其實成果是不如預期的 那麼來看看不管是烏克蘭或者是俄羅斯這邊 以及東部戰場都成了死傷不斷堆疊的絞肉機 前線幾乎沒有移動的變化 而兩年下來雙方的兵力跟武器的損失也都難以估計 烏爾雙方都對外宣稱 對方的陣亡士兵已經高達30萬人 兩年份的死傷打了兩年的烏爾戰爭 卻依舊是僵持不下的戰局 沒有任何好好的風格 在雪地好狗裡就像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 消耗拖延 自從2022年底奪回赫爾松後 學習界不期待 烏軍在2023年把起大戰爭 數號的反攻在6月展開 烏軍自信滿滿 百攻出席 他們的確在南部抓波羅熱和盾內刺客 往梅利突波爾的方向 解放至少7座出裝 但很快就發現 最近越來越困難 烏軍在準備了它的防守 在冬天在冬天上 處理著急上座 改造了建築技術和服務 借收了十多的軍人 �低著墊 多幾百截 多數的門口 長城中與哈利職務 洛軍軍斥援防守 普凡進攻力道有不足 撲電時軍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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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ed 再次向上anche駕打開 烏冬地截 戰犯多可怕 兩座城市成了大型絞肉機 交戰最激烈 四傷最慘重 但戰線幾乎沒移動 繼續往北 哈爾科夫最靠近俄羅斯 俄軍攻勢更猛烈 烏克蘭在酷皮揚斯克只能被動防守 就這樣 從南到北過去一年前線幾乎沒有變化 四傷確實不斷往上堆 烏克蘭在酷皮揚斯克的土地上 約379千激烈的軍艦被剩下 想想一下 9500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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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 烏克蘭三母部聲稱 從戰爭開始到2024年1月中 俄軍折損將近38萬兵力 軍機600多架 6000多輛坦克和上萬裝甲車 還有23艘軍艦和1艘潛艦 俄羅斯國防部則說 截至2023年12月底 烏軍傷亡38萬人 軍機800多架 坦克和裝甲車加起來損失1.4萬輛 但這些數字恐怕都有灌水 如果用非俄乌政府公布的評估 烏克蘭死傷最新數字 來自美國官員8月透露 7萬死10到12萬重傷 據俄軍採用BBC和俄羅斯民間組織調查 截至2023年底 俄軍10萬死 重傷2倍20萬 從烏克蘭看來 如果西方給很多武器 其實不用死這麼多人 前線武軍最缺的是155毫米口徑炮彈 這實在顯示了 英國人的緊急的緊急 這就是4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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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炸彈的回合 這就是炸彈的回合 眼看這場戰爭達到第三個年頭 分析師認為 想打破前線凍結的情況 接下來 烏克蘭得拿到更多軍備 一個方法當然是繼續煎西方藥 我相信烏克蘭得拿到更多軍備 我相信烏克蘭要做更多軍備 它會需要更多軍備 西方藥武器 它已經在抵抗了 所以這就是西方的時間 給西方提供 再來烏克蘭很多實戰武器 其實是蘇聯軍務 而且彈藥西方無聊 但烏克蘭最可笑的幫手 恐怕還是自己 烏克蘭 現在我們必須加入 英國國防守衛生機構 這是我們的策略 進行到NATO 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的守衛業業 必須加入國防守衛生機構 烏克蘭2023年 國防生產量 已經提升到2022的3倍 也和土耳其等國家 合作製造人機 戰爭第三年 前線怎麼變化 誰也說不準 但烏克蘭絕對得想辦法解決 彈藥不足的大白 明天新聞 暗夜中刺耳的空襲警報 烏克蘭人 整整聽了兩年 就連首都基辅都還是 慌慌不安 無法攔住所有的俄羅斯飛彈 這是今年1月23號 基辅遭攻擊後的慘況 當天俄羅斯證明 還是有能力發射41枚各型彈藥 強力打擊烏克蘭各區 這之前俄羅斯也三不五時開槍 揚言往後的空襲力道只會更強 俄羅斯身為全球軍力第二強的國家 但兩年來遲遲拿不下烏克蘭 總統普京面子掛不住 在新年演說上必談真實戰況 對比前一年後頭佔了士兵押陣 今年普京韓胡談論所謂的 特別軍事情鬥 只談方向不談細節 畢竟俄武戰爭在2023年 經歷好幾個驚心動魄時刻 去年6月俄軍曾因為害怕反攻 不惜炸毀辛卡或庫卡水壩 同月瓦格納傭兵領袖普里格金發動一日兵變 卻又在兩個月後遭遇空襲藏命 這段期間烏克蘭小幅收復東南部失土 12月還炸毀克里尼亞的二軍登陸艦 但整體來說兩軍陷入僵持 去年發生過的這些事情 其實只是讓雙方形成一個僵持的狀況 那甚至是對於現在的二軍來講的話 他也沒有要再去進攻擊斧 或者是再往內部 就是划過滅駁河等等這一些 對烏克蘭進行攻擊 專家分析俄羅斯接下來的重點 會放在固守原本的陣地上 畢竟兩年下來戰損應該很可觀 我們有一個獨立的組織 我們請到300萬人 儘管普清對外還是誇口不需要再動員 實際上卻是 不論找來年長者或囚犯兵上戰場 受了傷還遭棄之不顧 一些士兵抱怨無法休息也回不了家 俄羅斯甚至把歪腦筋動在國外傭兵上 除了到非洲尋找兵力來源 甚至大費周章橫跨大西洋找來古巴兵 俄羅斯現在最主要的一個困境 其實依然都還是兵力不夠 甚至是補給沒有辦法完全的一個到位 所以導致說他現在有辦法去 阻止烏克蘭的攻擊 可是你說要在發揮 像是在這個2022年2月 當時發動的機動作戰一樣 去進行攻城掠地 這一點的話 俄軍的一個實力也是不夠的 俄羅斯對於戰場陣亡數或許能隱瞞 但國內的經濟情況卻騙不了人 舊經濟制裁影響俄羅斯近日 彈價居高不下 光是去年12月就漲了18% 網路上甚至出現 枯送影片有男子把雞蛋當成寵妻禮物 俄羅斯光年通佛綠就來到7.4% 但價一年則漲了60% 背後的原因其實也與勞力短缺有關 雖然不論是戰況僵持 或是經濟陷入谷底 在俄羅斯還是很難撼動普京 只是這樣的情況對歐洲也是威脅 德國話報近期揭露一份德國軍方名為聯盟防禦2025的文件 內容敘述了俄羅斯可能的野心 文件中甚至提及俄羅斯恐怕再利用 今年美國大選後的社會對立 進攻北約 關鍵 關鍵 主要地蘇瓦無機走廊 到頭來俄烏戰爭還是攸關整個歐洲安全 2月3月可能還會雙方會嘗試進行一波冬季的攻勢 但是這波攻勢東勢可以打多久 因為4月左右就開始融雪了 接下來冬季過後的融雪時節也是戰場最艱困的時期 俄羅斯恐怕聚焦固守陣地 研判俄烏戰爭將會越來越趨向於一次世界大戰的豪溝戰 越打越漫長 也新聞 綜合報導 而烏克蘭的情況也不算樂觀 不只是前線的彈藥短缺 那麼後方還有政府高層的內鬥 都讓總統澤倫斯基是傷透了腦筋 至於在俄羅斯這邊總統普欣除了要排戰執政 到2030年外交上也獲得了伊朗跟北韓的協助 似乎是找到了能夠維持戰局打下去的解決之道 罕見開驚嗓 俄羅斯總統普欣俏皮的喊學生們一起唱國歌 這是要搶攻年輕選票嗎 對年輕一輩來說 他們從小到大只認識普欣這一位國家元首 因為他已經實質掌權24年 更渴望邁向下一個六年 就這麼輕聲細語的幾句話 普欣交代了自己的野心 而他要構建的普欣帝國還沒完 回顧過去20年 普欣一路從KGB間諜成為強人領袖 裸上身騎馬因勇打虎開賽車 營造硬漢人設 對政敵更是從不心慈手軟 最大反對勢力納瓦尼被多次毒殺後 如今被流放到極寒北極圈 曾經率領瓦格納傭兵團 在烏克蘭巴赫姆特立功的 昔日心腹普里格金 同樣在一場迷樣的空難中死亡 對於他的國內的反對派 他要不然就是監禁 要不然就是驅逐附近 所以讓他國內的反對力量 能很快的就能夠消聲匿急 當然輿論的操作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 普京善於操弄言論 以他的世界觀出發 2014併吞克里米亞 2022出兵烏克蘭 都是被西方所逼不得不為的 保衛家園之戰 在俄羅斯官媒畫面裡 俄羅斯憲法法庭主席拿出了一張宣稱 是在17世紀 有名義支持 即便普京成了國際認定的通緝犯 也都是西方的打壓 國際刑事法院指控普京 在烏克蘭戰事中犯下了戰爭罪 在123國發布通緝令 但是普京靠著拉攏反美陣線的盟友 突破了西方制裁與外交困境 先是中國大陸 再來是北韓 還有向來友好的伊朗和白俄羅斯 其中伊朗跟北韓更成為了俄羅斯的軍援大國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一趟訪俄行之後 兩國關係大躍進 外交上看來順風順水 但是在內部普京還是有些阻力 被動員上戰場的士兵家屬集結抗議 要國家把自己的丈夫兒子還來 還有另一派聲音就是來自俄羅斯的農民們 為此普京還要走一趟土耳其 為什麼他會在這個時候訪問土耳其 就是希望黑海協議還是可以達成 因為黑海協議達成 他才能夠順利讓他的化肥 還有他的農業的出口這個部分 那對他而言來講 這個部分對俄羅斯農民是有利的 那這個就有利於他的選舉 看似是有民主體制的大選 但實際上普京以戰爭侵略 不足執行的人 往往在一個火車對撞的情境下 容易獲勝 另一方面和普京硬碰硬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近期反倒是有些灰頭土臉 不是勤跑烏東前線就是奔波於國際舞台 為烏克蘭找軍援和金援 但沒有想到儘管有美國總統拜登多次拍胸脯保證 美國共和黨是鐵了心要擋下原污預算 援助烏克蘭之前在美國朝野兩黨是抗惡大業 但是在大選年變成了選舉攻防 這讓澤文斯基滿肚子怨氣 遠歐美不敢和普京正面對決 錯失進攻良機 而且說了一整年的F-16至今依舊沒看到 缺彈藥武器讓前線士兵無以為繼 而一向對外展現團結的烏克蘭政府也有了裂痕 澤文斯基要開閘 撤換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茲尼 外媒報導 扎盧茲尼功高震主 支持度達到88% 壓過於澤文斯基的62% 扎盧茲尼收入軍心 伽尼感性成功 但傳出與澤文斯基在作戰策略意見分歧 現在戰時換將 澤文斯基勢必謹慎處理 泽文斯基为了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打摊 如今更放话可能撤换领导高层大换血 恐怕也预告着乌克兰不只对俄罗斯战争未完 内部一番权力斗争也是山雨欲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事实上现代战争形态的改变 像是乌克兰拿到了西方给的主战坦克 其实并没有如预期的发挥 反而是轻巧的美制布莱德雷坦克战车 竟然立了大功 而且还歼灭了俄军T90坦克 此外先进的火炮也围起撑起了乌军的防线 乌克兰军正积极的汲取经验 大力的发展无人机国造的部分 无人机上帝视角下的乌尔战场宛如一举打了两年还打不完的电竞实况 宏观是战略棋局博弈 围观则是第一人称的单兵厮杀 赌注就是生命而且没有重生点 只能逼出每个人的极限 今年1月阿夫迪夫卡战线两辆乌军的美制布莱德雷战车 遇到如魔王般存在的俄军T90坦克 没有逃跑在森林里面迂回吸引注意力 另外一辆布莱德雷早就绕到T90的前方 不怕跟120毫米主炮的巨大火力差距 布莱德雷用25毫米机炮穿甲弹不断的点射 理论上是穿不透T90的反应是装甲 但是仔细看乌军的炮手瞄准T90的炮塔与车体的连接处 居然还真的打爆魔王 只见T90控制受损 主炮袖斗疯狂旋转 最后坦克撞到树动弹不得 俄军汽车逃逸 乌军的无人机给予最后一击 完美演出双狼猎狐 轻变灵 而且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加上它的毒蛇炼炮 M242这个炼炮 可以在短时间大量打出机关炮弹 这个M2A2它违反了战斗叫犯 就是一般来讲乌克兰规定 轻装甲的副战车 看到敌人主力战车 就要赶快回避躲起来 结果他们为了保护 就是逃沟中的弟兄 就决定越击打怪 各种西方的军线陆续在乌俄的战场上实战验证 左右胜负的往往还是火炮 瑞典制的公手车载榴弹炮 在西方同柴中独树一格 其主炮是放在脚接式的卡车底盘上 具有履带式机动性强的优点 又兼具牵引式快速部署火力强的特性 155毫米主炮从装填到发射 全自动 驾驶舱炮手不必下车 开火射速快 搭配增程导引炮弹 射程远达60公里 这一年来乌军的精准打击早就超越了前线 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的克里米亚半岛平凡预袭 关键转折就是英国给了乌克兰射程达到240公里的风暴之影巡翼飞弹 你可以把乌克兰射从这里来到克里米亚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只是现代战争早就是无人机的天下 乌军失足了俄军扭叶刀无人机的苦头 也要力拼无人机自主制造 尤其是中大型款 像是AirLogix征搜机作战范围40公里 可飞2.5个小时 靠着80倍光学跟红外线镜头 引导火炮打击 特点是组装只需要30秒 上线只需要10分钟 我们发店了超过100万亿海军 这种主任是LandForce 专注攻击当然也不能忽略防御 为了评定是要通过消息的工具 为了控制器 运动摄摄疑机和BPLA 系统把部罗列丝用输制 统队队的 Polisy 福岸业军之发 无人机干扰箱 造價42萬台幣 重6公斤 一個人就能夠操作 從開機到運作 只需要半秒鐘 毕竟消耗戰就是後勤補給站 對面的俄羅斯國防工業 超頻運轉 手上的飛彈還沒打完 俄軍在去年 就是重新獲得了補給 也就是2023年的時候 那裡面最具代表性的是 7700枚左右的巡弋飛彈 高磁超音速飛彈 口徑高超音速飛彈 還有天王星巡弋飛彈 俄國這麼快獲得補給 可大有文章 這叫做補給的文章 今年初克蘭就發現 俄軍飛彈殘骸的 內部電路跟結構 都跟俄軍的常規武器 截然不同 研判這根本就是 來自北韓的 仿製版伊斯坎德飛彈 他們的技術 包括這補充 包括這補充 這補充 去年9月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訪問俄國 見了普京總統 外界認為他為了 換取衛星技術 提供武器給俄國 對付烏克蘭 只是惡夢不止如此 俄國宣布 薩爾瑪特飛彈 正式投入戰鬥任務 至少可搭載10枚核彈頭 嚴重威脅西方世界 為了因應地緣緊張 華爾街日報就報導 美國打算投資數十億美元 重振本土國防工業 對西方來說 烏爾戰爭起釋路 就是如玉和平 必先備戰 俄武戰爭兩年來 引發能源價格高漲 原物料上漲 還有通膨等問題 導致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的狀況 而專家分析 那麼在現在各國積極的 重振經濟之下 有望今年可以揮別經濟低谷 拿出從俄羅斯進口的特色食品 已經成為店裡的招牌 不只小零食 也有俄羅斯小雜物 這些都是老闆特別精選商品 即便俄物戰爭還沒停 還是會定期到莫斯科巡視工廠做生意 你到那邊你不會覺得 那邊有什麼戰士 我們也跟著搶先說要制裁抵制俄羅斯 俄國對這樣的一個國外的抵制 當然他也要一個feedback 他也要做一些動作 他只好把臺灣內為不受歡迎國家 所以變成有一些東西 我們那邊要從俄羅斯進口到臺灣 對他們限制製製 戰爭開打 主要國家凍結俄羅斯外匯存體 也禁止俄羅斯部分銀行使用SWIFE系統 美國 歐洲不少企業開始移出俄羅斯 很多的外商 他因為沒有辦法做國際貿易 所以他就放棄掉俄羅斯的資產 然後就退出俄羅斯的市場 可是這時候有一點 發戰爭才的那個味道 就是俄羅斯的本土企業 就接收了這些資產品牌 甚至員工 麥當勞退出之後 他們自己的那種舒適店 推的東西就跟原來的麥當勞很像 金融上 原來就禁止他去做SWIFT 能夠交還嘛 可是後來看了一下 300多家俄羅斯銀行 大概只有10家有影響 那其他人還是透過其他的管道 在做這樣的一個國際金融的運作 所以事實上對他來講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損傷 儘管在俄羅斯國內經濟 沒有因為戰爭而受到嚴重影響 但物價仍是比戰爭前還要高 業者主要是以俄羅斯的商品 作為進出口的貿易 不過在俄羅斯戰爭之後呢 物價上漲 導致成本推升之外 另外像是俄羅斯 非常著名的福特加酒 也因為戰爭的關係呢 被列為出口的管制商品 基本上是要看哪一類的產品 真正俄國它本身產的產品 還可以 但是俄羅斯戰爭之前 一塊美金是對五十六塊六十塊盧補 今天呢是九十塊 有時候波動到一百 有時候到八十 2022年2月24號 俄羅斯總統普欽 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 除了兩國的民眾 軍隊傷亡 也牽動全球經濟 烏克蘭主要出口股物 玉米 葵花籽油 開展後糧食成本大漲 聯合國糧食組織數據 戰爭後一年 五大食品 穀物 植物油 乳製品 肉類 糖 得糧食價格指數 比2021年上漲14.3% 幾個月的資料 只會在最初的 要求肯定 在原物料價格不斷推升下 引發全球性通膨 美國聯準會2022年3月17號 宣布升級一碼後 至今已經升級11次 美國通膨 通膨率在2022年6月來到9% 創下新高 到如今終於下降到3.4% 而台灣央行也跟著5度升息 不過最慘的恐怕是歐洲 俄羅斯斷供天然氣 導致歐洲能源價格不斷攀升 再到歐洲來看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22年23年 歐洲的經濟成長率 其實幾乎就是零成長 就是因為這些通膨的因素 然後再加上整個政治經濟 也不是很穩定 所以我的投資 然後這些消費 其實都受到一些影響 那這個跟原來 歐盟區經濟學家講的要復屬 以後的復屬有點落差了 那這個會不會後續 再繼續影響到其他人 我想它的通膨 是不是開始如 歐洲亞行所講的 就已經回落了 然後到一個可控制的一個區塊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戰爭大概什麼時候 能夠開始談到後面 和平 但危機也是轉機 歐盟趁勢提出能源轉型 降低對俄羅斯的化石燃料依賴 2030年前全數停用俄羅斯的化石燃料 歐洲的能源它其實就很積極的 就是用其他的替代的進口的管道 來去降低它能源對俄羅斯的依賴 同時普遍上人民也因為這一波的高油價高能源的這個部分 自動的也形成了他們自己在這個使用能源上面的一些習慣也開始改變 所以歐洲反而覺得這個是他們推動所謂綠色經濟的一個契機 再生能源相對是比較貴嘛 所以這件事情大概在2022年 就23年的時候就造成他們的能源價格就往上飆 那往上飆的時候其實你就發現它的物價通膨相對的快很多 好 那這個情形大概這兩年會開始逐漸趨緩啦 因為能夠見得能源價格的波動大概也都到一個段落 各國積極重振經濟 專心新能源 降低通膨率 在俄烏開戰兩年後 有望可以歸別經濟 低谷陰霾 TVB的新聞 宇鑫漢 劉均台 採訪不斗 歡迎回來繼續來看持續兩年的烏俄戰爭 全球民主陣營一開始積極表態支持烏克蘭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有些出現了烏克蘭倦怠症 不知道這場戰爭還要打多久 高舉烏克蘭國旗在台灣的烏克蘭人發起聲援烏克蘭活動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民眾的小額捐款是他們能為家鄉 安靜的一份小小行李 我們站在這裡因為這是俄羅斯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想要他們 讓烏克蘭不會離開 地點就在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 他們一周來兩次 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銅像面孔 烏俄戰爭將屆滿兩周年 對於烏克蘭百姓而言 就像是一場醒不過來的噩夢 人們每天都死亡 烏克蘭都在我家鄉 殺死人 你看看照片 看到一個八十歲的女生 死亡 被帶走到建築 對嗎 這不是戰爭 這是兵器 我已經有八十歲的女生 對嗎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他們的新夥伴 來自基府的白艾琳 是台師大的交換學生 這是她來台後的第一次到場聲援 我真的感到非常憤怒 因為我沒有太多說話 我父親還在英國 當然是我的父親 我父親從第一天 在軍隊中的第一天 他在軍隊中的軍隊中死亡 在英國中的軍隊中的軍隊中 我已經在軍隊中的軍隊中 我的軍隊中在英國中 但是俄羅斯 在英國中的軍隊中 砍了我的軍隊中 我還在軍隊中 我還在軍隊中 烏俄戰爭開打後 原本就連西方盟國 都認為烏克蘭撐不過一周 靠著強大意志力 以及超過三十個國家軍員 烏克蘭敖戰至今 第一個是有關於他的民心士氣 第二個是有關於 各國的軍事援助 然後第三個呢 則是有關於 各國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 經歷了兩年左右的戰事 所以呢很多的國家 不管是他在 軍事裝備的援助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第三點 有關於經濟援助上面也好 大概都出現了 各國內部喔 對這樣子支援烏克蘭 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喔 在歐洲尤其是南歐的一些國家 可能原來這個希望承諾 提供一些支援等等 但是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他內政的因素也好 或是他在地緣戰略上面的考量也好 看起來他們似乎是比較猶豫 根據德國基爾的世界經濟研究所統計 去年8月到10月 對烏克蘭的援助承諾金額是21.1億歐元 是烏克蘭戰爭爆發前至今的最低水準 美國和歐盟也因為內部政治紛爭 對烏援助計畫受到阻敗 歐盟內部對烏克蘭的支持有不太穩固的趨勢 但也有減弱跡象 西方停止對烏克蘭的資源的話 那烏克蘭按照所謂的美國的一個 前軍事指揮官一些他們的評估 烏克蘭大概最多可以撐到夏季 那不過我在想西方要放棄 整個對烏克蘭的支持 我想可能性也不大 這牽涉到整個歐洲防衛的安全 曾經受過俄羅斯侵略的國家 那他們都是歐盟的成員國 他大概也都是北約的會員國 那這些國家當然非常的積極 那另外我想更大的力量恐怕來自 所謂G7 這其他工業國 因為這個戰爭 讓全球的一個經濟遭受龐大的損失 另一方面 普京的戰略似乎是要打一場漫長的消耗戰 等待西方厭倦無底洞的承諾 情勢就會對俄羅斯有利 我對我來說是很關於俄羅斯的承諾 很多人或人們在俄羅斯的承諾 他們都嘗試讓我們不動 他們嘗試讓俄羅斯人感到 我們不夠支援 這都不斷了 它不會停止 我認為我們仍然在說 我們要繼續戰爭 我們要贏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土地 而且這不是只有居民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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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 如果一些人說 這都不少 我們仍然有同事 我們仍然有支援 在去年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北約的許多國家 尤其是以德國為主 紛紛地對烏克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軍事裝備 包括了坦克 包括了無人機等等 另外就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舉例來說 波蘭 它其實提供了相當多的裝備給烏克蘭 當然在論述上面 很多國家會認為 這個是民主與極權的一個對抗 不過我認為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 北約國家 歐盟國家 會做出更為急切的一些需求上面的表態 主要還是跟他們本身的安全利益有關 歐盟機構和成員國 對烏克蘭提供的武裝總和超過美國 成為最大援助方 這場持久戰 對民主陣營而言 有不能輸的壓力 如果沒有持續支援烏克蘭 我剛剛說的 烏克蘭這場戰爭顯然 它沒有辦法持久 那沒有辦法持久 烏克蘭戰敗的話 那對美國的威信 那是非常大的傷害 那對於歐洲來講 那這個代價恐怕也很沉重 也就是說 你持續支持烏克蘭 那持續消耗俄羅斯 那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項 甚至如果烏克蘭打贏了 一個好弱的俄羅斯 對歐洲安全是比較有保障的 無論如何 歐洲有承擔更多支持烏克蘭的責任 但戰場情勢比變 還很難見到終局曙光 TVB的新聞陳佑翔 往日台北採訪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現在也面臨到的是 國內的反對聲浪 以及共和黨的前置 那麼現在呢 對烏克蘭提供的援助 有可能會成為今年 美國總統大選的一項關鍵議題 烏克蘭自由民主聯盟東亞代表 接受本台採訪 提到今年底即將到來的美國選舉 會是美國是否繼續支援烏克蘭的關鍵 I wanna say that USA Yes, this is our biggest armed donor supporter and European Union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an Union is our biggest financial supporter and also This year I will cure not only elections and USA and yes,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ese delays in the aid to Ukraine and support to Ukraine 烏克蘭要繼續抵禦俄羅斯侵略 需要西方國家支持 但數據顯示 美國兩黨對於援助烏克蘭的支持度 正不斷降低 民調顯示 只有41%受訪者 同意美國應該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35%受訪者不同意 其他人則不確定 通常的前選的行動 是一個很嚴重的時期 在各國的民國的民間 因為這一行動 導致抗爭 或各國的民間 操作不同的選手 操作很多問題 而在英國的支持 這件事是很敘事的問題 對國家的支持 明義關乎到拜登能厚成功連任 截至去年底 美国国会拨款1110亿美元 援助乌克兰 包括670亿军事采购 270亿经济民事援助 100亿人道救援 这笔经费如今已经捉襟见肘 在拜登政府里面 他有一些杂音 认为说要钱的时候 会遇到共和党的干扰 所以他们在面对 国内的一些议题上面 他们就必须跟共和党的一些人妥协 民党拜登还是 对于支持乌克兰 还是他有他的底线在 而且他也算蛮支持乌克兰的 当然他方方面面 都是希望国会能继续支持他 但他前阵子的言论也讲 他说支持乌克兰 还是As long as we can 尽我们所能 但是就是因为他在 乌克兰立场上面 没办法达到一定的效果 而且这种持久战 对于他的外交 也是有一些扣分 所以我们讲的 这外交上面 他一旦扣分会影响他的内政 或是接下来选举的表现 美国军援乌克兰最大的阻力 就是对手共和党的挑战 拜登为乌克兰 以色列与印太地区需求 寻求近10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但在国会山庄触礁 因为人们对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规模 越来越怀疑 有些兵器资源自在法兰提供的党计划 歐克蘭會有足夠的力量和支援 在前面對戰跟俄羅斯 在最終的幾個年代 支援會有足夠的支援 因為英國的英國是最大的支援 英國是必須幫助和支援英國的支援 記得在戰爭爆發一年多之後 包括像是一些國際媒體的報導 或是一些智庫的觀察 專家的一些分析裡面 都特別提到一個名詞叫做 烏克蘭倦怠症 久而久之 這些都是澤文斯基可能的致命傷 如果沒有美國在後面的支持 烏克蘭絕對撐不到現在 所以假設民意顯現出 對於美國這種間接支援 武器、裝備、外交各式各樣支持烏克蘭 顯現出一些倦怠感 或是新鮮程度不足 或是說認為那是遠在天邊的威脅 必須要處理 盡在眼前的美國國內 經濟、邊界安全的時候 這對拜登就是一個緊箍咒 這讓現在呼聲高的川普打開重返白宮的契機 外界預測世界將準備迎接川普回國 川普日前接受媒體訪問 曾放話若連任總統 將在一天之內結束烏俄戰爭 因為對共和黨而言 美國自身的邊境安全應該擺第一 共和黨是不是由川普來做角柱 還有一些些小小變數 但是一般判斷也有可能會重演 川普對決現任總統拜登的情況 當然因為俄乌戰爭眼睛到現在已經兩年 國際間基本上還是支持烏克蘭 在美國的拜登政府也是支持烏克蘭 甚至很多外界會視為 拜登有點把俄乌戰爭裡面對烏克蘭的支持 跟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綁在一起 我們回顧一下去年 包括像是共和黨的大佬在國會裡面 甚至包括前眾議院議長 基本上都曾經講過說 大概沒有辦法為烏克蘭提供所謂的空白支票 代表說美國的資源是有限的 學者認為若川普勝選 會是澤倫斯基政府最大隱憂 川普的不可預測性 為烏俄戰爭的結局增添不少變數 川普是一個非常我們講的交易型人格 這種所謂的transactional personality 這種交易型人格簡單來講 就是他不會有長期的政策 他的政策是短期快速 而且中自己的利益 而且中的是自己的利益跟他家族的利益 不一定是美國人的利益 那假如是川普接下來當選的話 那他有可能在原屋上面做出相對於 拜登我們講民主黨的一些措施 包括他可能會降低對於烏克蘭的資源 因為那是很花錢的行為 那這方面的話 美國怎麼樣去安撫他在歐洲的這些小老弟 川普怎麼樣去告訴他們說 你們烏克蘭打輸了你們要接受這事實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外交災難 下一任美國總統將左右9000公里外的 烏克蘭戰士更將進一步迎向全球局勢 讓這場選舉備受世界關注 TVBS新聞陳偶像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特別報導 我是秦林謙 我們再會 在"- �差勢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带您来看看 外界以为乌克兰大概撑个两天之内就会瓦解 不过从地图可以看到 这橘黄色跟红色的区域是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不过乌克兰坚持不放弃 不但守住了首都基辅 还在这一年当中陆续收复了超过四万平方公里的湿土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蓝色区域 那么相当于1.3个台湾这么大 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包括乌东的顿内斯克卢干斯克依旧战事激烈 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俄罗斯的军力 正长时间的围攻具有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坡尔 至于原本已经被乌克兰收复的南部大臣赫尔松 则是又在被俄军空袭 去年2月24日乌克兰刚过午夜 这一程爆炸粉碎欧陆七十多年的和平纪元 破晓前俄军的地面主力大举跨境 距离基辅只有两天的路程 二军急着速战速决认为一旦夺下基辅 乌国政权就会迅速瓦解 出乎意料的是48小时的斩首行动 变成一个月的送头之旅 俄军最后狼狈撤出乌国北部 首都基辅守住了 但是战争的血腥帷幕才刚拉开一脚 二月底亚速海岸的要塞 马里乌普尔爆发本世纪最惨烈的围城站 超过两千名乌军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 退无可退 乌军拒绝投降死守长达82天 壮烈牺牲者不计其数 宛如八百壮士的现代翻版 无奈孤军无力回天 五月下旬最后一批守军开城投降 幸存的士兵沦为战俘 俄军宣告占领马里乌普尔 在俄军的空袭之下 马里乌普尔剧院成为难民的大型坟场 眼看乌克兰覆灭只是时间早晚 然而命运却峰毁路转 美国援助的海马斯飞带系统 必须让乌军彻底扭转劣势 海瑪斯吹响了絕地反攻的號角 武軍在東部戰線突破俄軍薄弱的側翼 俄軍中了吊虎離山記 放棄包圍哈爾科夫 節節敗退 絕處豐盛的武軍士氣大震 但最動人心弦的還是這一刻 澤倫斯基高唱國歌宣布光復輪信八個月的赫爾松城 烏軍反攻大捷收回第一座州府級的大城市 俄軍大意失禁舟 吞下開戰以來最恥辱的大撤退 俄軍拉著烏國百姓一起陪葬 復仇之火從天而降 俄軍對烏克蘭全境發動超過四個月的泛戶空襲濫炸 癱瘓能源設施跟後勤經濟 四千萬烏國百姓在沒電沒暖的寒冬中苦苦掙扎 俄軍徵召三十萬大軍投入戰場 重整旗鼓擋下烏軍的攻勢 長達半年的激烈爭奪之下 巴赫姆特小鎮飽受摧殘 被炸到只剩焦土跟廢墟 俄軍派出殘暴的瓦格納傭兵團 發動堆尸戰術 不計代價消耗烏軍的寶貴戰力 儘管付出慘痛的代價 烏軍人宣稱解放超過四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尸土 面積相當於一點三個臺灣 但要徹底把俄軍趕出家園 烏軍有兩條活路可走 另一條則是從渣波羅勒往南突襲 仍然面對俄軍春季總攻破鏡 烏軍有勝算嗎 其他國家對於烏克蘭的軍援 就是可以協助烏克蘭軍 在戰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戰術的優勢也就開創出戰略上的優勢 西方各國的奧援就是烏國保全續戰力的關鍵 365天遇寫奮戰 烏克蘭人依舊屹立不搖 苦苦等待光榮凱旋的那一天 所以這場戰爭打了一整年 我們也用數字帶您來看 無情戰爭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根據挪威軍方估計 大約已經有10萬名的烏克蘭士兵 在這場戰爭當中傷亡 而俄羅斯這邊已經有18萬名的士兵死傷 再來歷經一年的炮火猛烈轟擊之下 則已經超過了有15萬人失蹤了 而另外無家可歸的部分 有1360萬人 人數相當的多 建築物毀損的部分 更多達了13萬棟 更不用說財務損失了 多達3500億美元 可以說雙方損失都相當慘重 他們可能是烏俄戰火下 最忙碌的一群人 這也是最危險的 這場戰爭已經打了一年 光是烏克蘭可能就有超過 10萬軍人死傷 至於俄羅斯這邊 英國國防部認為 去年7月以後 單日平均死亡人數節節攀升 儘管估計死傷人數有落差 但各界普遍認為 俄羅斯戰損恐怕遠遠超過烏克蘭 只是炮彈不長眼 戰場上犧牲的 當然不只官兵而已 宮殿休息被毀 烏克蘭到處停電 醫生們只能摸黑搶救 更何況俄羅斯的炮彈往往鎖定 政府機關而來 根據烏克蘭內政部統計 開戰以來 烏克蘭各地已經有超過九百間醫院 遭到俄軍炮火摧毀 種族滅絕 還發生在俄軍佔領過的城市 去年3月中旬以後 烏克蘭平民死亡人數激增 這是因為基輔近郊的布查鎮 被發現 失控偏僻 這 Ronnie smart cops 走 走 走 看到他們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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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後 蔡軍 太行軟了 火箭炮火车 也讓烏克蘭的大街小巷 隨時可能陷入危機 開戰至今 烏克蘭已經有 十三萬棟房屋全毀 還有將近十九萬輛車輛受損 美國推估 烏克蘭有四萬 平民死於戰火 這數字當然遠高於聯合國 確認的七千到一萬八千人 只是烏克蘭人恐懼的 又旗幟二軍的炮彈 讓烏克蘭媽媽們後悔的是 烏克蘭內部調查 開戰以來恐怕已經有超過一萬兩千名烏克蘭兒童被俄羅斯人帶走 儘管有非政府組織想辦法從波蘭進入俄羅斯國內營救 但能成功找回來的烏克蘭孩子 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別忘了 烏克蘭還一度有一千七百萬人自願選擇遠走他鄉 這場戰亂讓無數烏克蘭人只能茫然面對未來 不過他們也明白 敵人不是俄軍 而是名為普京的惡意 世界是如此殘酷 不過只要活下去 就能知道他的美麗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這場俄烏戰爭到底有沒有機會在二零二三畫下句點呢 搜號戰綿綿無絕旗 專家持不同的看法 但是經濟學人雜誌就分析了 想結束烏俄戰爭有五大的關鍵要素需要滿足 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烏克蘭的戰場優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因此在戰爭期間 頻頻奔走美國 英國 法國 而且出席歐盟峰會 也成功的獲得了西方的援助 至少三百多輛的重型坦克 不過普京是否會因為怕輸而動用核武 其實到現在可能性都還無法排除 早上24日 俄武戰爭打滿一年烏克蘭在戰場上握有的西方武器越來越多 從初期的M77榴彈炮 到海馬茲 多管火箭 多虧這些軍援 烏克蘭在去年九月到十一月期間 打出一波大反攻 先後收復哈爾科夫和赫爾蘇 只是想完全打退俄軍 武器恐怕還不夠 為了說服西方加碼軍援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 千里迢迢訪問美英法三國 並出席在比利時的歐盟峰會 這之後美國也點頭提供關鍵的愛國者防空系統 還有M1艾布蘭坦克車 就連先前一度猶豫不決的德國都跟著硬起來 提供暴二驻戰坦克 這些武器主要為了防範二軍趁春天擴大進攻 因為一年以前 俄羅斯可是企圖發動閃電戰從十路包夾首都 但這場基辅戰役最終成了俄軍的恥辱 俄軍撤出基辅周圍後 戰況轉區低迷 去年四月烏克蘭一舉擊沉黑海旗艦莫斯科號 七月收復蛇島 九月烏克蘭開始大反攻 奪回哈爾科夫 十月再炸克里尼亞大橋 隔月收復赫爾松 不過俄羅斯仍堅持站下去 還大舉徵兵三十萬人 嚇得異男們集體大逃亡 誇張場景連俄羅斯主播都忍不住吐槽 烏克蘭如今懷疑當初的徵兵三十萬 實際人數恐怕高達五十萬人 分析普京在新的一年 絕不接受再丟失這些地方 現在對於俄羅斯來說的話 最底線他要去達成的戰略目標 就是要去確保住克里尼亞 在烏南這個地方 至少不能夠被打回到克里尼亞 那在烏東這裡的話 他至少要去維持住 盧干斯特和敦尼斯特 相對之下 烏克蘭則希望進一步朝盧干斯克的克爾米納推進 而就戰術上來看 俄羅斯雙方也看得出明顯差別 二軍前線不只缺乏主動 還碰上普京鎮前換將犯下兵家大忌 只是烏克蘭去年喊話 想在今年春天結束戰爭的想法 恐怕沒這麼容易實現 經濟學人雜誌分析 想終結二無戰爭有五大關鍵要素 分別是烏克蘭保持戰場優勢 西方國家堅定支持 還有繼續鼓勵俄羅斯 只是面對戰爭拉長 各國壓力變大 仍得設法讓兩國上談判桌 要不然就是俄羅斯內部發生某種改變 才有機會逼普京收手 他可能會不斷選擇 無法跟烏克蘭獲勝 他會面對歐克蘭獲勝 得到最大的選擇 烏克蘭其餘挑戰 還有人缺乏足夠的裝甲部隊 做戰果擴張 各種西方軍援訓練上也要時間 俄羅斯也因為一年來的戰爭消耗 難以重演去年的栽麵包夾 但確實有可能繼續從北牽制 受國際制裁影響 俄羅斯各地已不見知名企業品牌Logo 如今俄國持續面臨戰爭釀成的勞動力短缺 還有油氣收入降低 2023年預算赤字只會再擴大 錢不超多 不像川普總統說的 我認為他懂得比其他人更好 隨著俄烏戰爭短期內毫無停止跡象 衡量人類距離世界末日有多遠的指標 末日中又被調快了10秒 專家不諱言 主要原因就是俄烏戰爭 如果俄羅斯的勞動力不可能被拒絕 如果俄羅斯的勞動力被撤退 俄羅斯的勞動力 普通已經沒有指定 他願意接受敗 不過普清小老弟車程自治共和國領導 卡德羅夫信心滿滿 最近還斷言西方最後將跪地求饒 在年底結束戰爭 但真是如此嗎 宛如一場複雜棋局的俄烏戰 已被定義成民主對抗獨裁的戰鬥 但整個西方國家面對的人事 愛下險棋的普清 究竟如何拿捏軍員力道 又不擴大戰爭 繼續考驗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紀錄新聞 綜合報導 過去這一年 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兩位國家領袖 當屬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還有就是俄羅斯總統普清了 巧合的是 其實這兩個人的名字都是弗拉迪米爾 不過一位是演員出身 一位則是前情報頭子 當戰爭開打 兩個人也用完全不同的風格 來帶領自己的國家 只是一年下來 澤倫斯基給人的是 暫時領袖的形象 倒是普清 他卻成為了一位越來越孤單的總統 2019年底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和俄羅斯總統普清 兩人在巴黎第一次面對面 澤倫斯基坐下後 先喝口水 又轉過身 點頭微笑 打招呼 就像一隻好奇的小白兔 反觀經驗老道的普清 面無表情 不動無山 但兩年後 兩位弗拉迪米爾 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盯著鏡頭 宣布開戰 普清先發智人 樹立強人形象 兩位元首的公關戰 可不是先嗆先贏 澤倫斯基第一時間 和高級官員們自拍影片 我們的軍人 這裡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保護我們的獨立 我們的國家 這樣會繼續 別忘了 當上總統前 澤倫斯基本業 可是一名演員 演戲配音 甚至跳舞 面對鏡頭早就不陌生 澤倫斯基沒選擇逃出國 還說出名言 戰場就在這 我需要的是彈藥 不是搭便車 站上基辅街頭 信心喊話 9月去哈爾科夫 11月賀爾松 12月更踏進巴赫穆特 澤倫斯基親赴前線 一身軍綠色素上衣 彷彿告訴國民 烏克蘭上下一條心 對內穩定明星 對外也很有一套 平凡接受外媒專訪 國際記者會 特別辦在地鐵站 營造臨場感 更透過視訊鏡頭 巡迴全球演講 進求軍事援助 從剛開戰的刺針飛彈 彈簧刀無人機 一路到海馬斯多管火箭 愛國者飛彈 坦克車 甚至敢開口要戰機 尤其欲求 很多時候靠的都是個人魅力 這年來不斷敗了我們的心 這年來不斷壞了我們的心 我們被淘汰了 所有嘴唇 時而感性 時而威嚴 任何惡 不避免 不避免 還不忘幽默 謝謝你 美味的英文茶 德倫斯基知道 吸引注意力就是最好的武器 西方元首一個個 不得不表態 不得不幫忙 從不被看好的演員總統 到獲選時代雜誌 年度風雨人物的暫時領袖 反觀20年政壇老手普京 一開始就不走 泽倫斯基的親民路線 永遠的西裝領帶 訓話口吻 和誰見面 先隔個四公尺再說 甚至跑到靶場 作秀開槍 忙著塑造 高不可攀的皇帝形象 但戰爭越拖越久 普京也漸漸不耐煩 遇上州的閃電戰 變成看不到盡頭的消耗戰 普京眼裡西方每次幫助烏克蘭 都是公然挑釁 孤獨身影 漢泽倫斯基不斷往外交朋友 形成強烈對比 也曝露強人政治 一人獨大 就怕容易打錯算盤 離現實越來越遠 兩位總統用完全不同的風格 帶領國家作戰 一年過去了命運交錯 有人當上風雲人物 有人卻成了冷血的獨裁者 他們都相信自己能拿下最終勝利 誰能笑到最後未完待續 這場俄乌戰爭也成為了2022全球最大的黑天鵝 衝擊了世界經濟造成了能源以及糧食的短缺 也推升了就是全球通膨的壓力 造成了價格飆漲 那麼歐洲也被迫必須要改變他們的糧食 以及能源的供應需求 這可能影響到的就是跟美國之間角力的平衡 另外一方面 歐美各國為了要支援烏克蘭的這些軍援需求 必須要重啟軍武重工業 所以國防預算也再度升高 儘管短期內可能刺激經濟 但是長期來看 在戰爭的陰霾之下 今年全球經濟的增速持續的放緩 恐怕難以擺脫通膨 所以前景可能也不會太樂觀 烏爾戰爭對我們的最大衝擊 不是遠方的歐洲和平幻滅 而是 就發生在你我生活中的萬物接掌 不只台灣 從法國的麵包師傅 到英國的醫護 全都上街抗爭 生活被通膨逼到快過不下去 歐洲過去一年的關鍵字 通膨絕對是大家的痛 歐盟2023年1月通膨率是8.5% 儘管已經從去年10月的10.6%高點回落 但是和一年前還沒開戰時的5.1%相比還是高得多 物價漲幅失控就是因為烏厄兩國擁有兩大資源 拥有世界糧倉美日的烏克蘭 過去產出的糧食足以餵養全球四億人 開戰之前 每個月出口650萬噸 開戰以後 全年出口量不到往年的一半 泽文斯基批評普清製造世界級的饑荒 有如現代暴君 股類供不應求價格飛漲 以麵包消耗大國土耳其來說 漲價至少七成 但是業者也說根本沒賺頭 各國能源成本都上漲 開戰之前 國際油價每桶約在75到90美元區間 開戰之後漲破百美元 而在去年3月8號 更漲至每桶123.7美元的高點 對歐洲而言 這更代表了 長年依靠俄羅斯的能源結構 必須改變 歐盟向俄羅斯購買的原油和天然氣 總額超過1350億歐元 俄氣的進口比例超過四成 現在說要降到15%以下 改買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但是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因為歐洲對於天然氣 對於能源的需求 從俄羅斯轉向了美國 所以歐洲承接了美國高價的能源 也使得它在能源上的依賴 更使得它處在一個比較不利的地位 歐盟在去年8月先進俄羅斯煤炭進口 12月G7國家再對俄羅斯的海運原油 祭出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 俄羅斯石油雖然不賣歐美 但是印度 中國大陸 緬甸 中亞國家 都是買家 還可以用大陸的人民幣和印度盧布來結算 這讓俄羅斯經濟沒有出現斷崖式的崩解 普京揚揚得意地宣布 俄羅斯2022的GDP 只萎縮了2.5% 打臉一票看衰言論 確實 俄羅斯內部分圍在克里姆林宮控制之下 馬照跑 舞照跳 只要俄羅斯的經濟不受影響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整個大眾是沉默的 像是戰爭爆發初期 歐美連鎖品牌麥當勞 可口可樂等等 接連撤出俄羅斯後 沒有消失 而是改由當地的商家接手 但是數據真的能反映現實嗎 GDP的計算方式沒有考量到其他戰爭的成本 比方說生命的損失 戰爭對整體的那種商業環境它是不利的 人們預期你的收入會下降嘛 那你的消費也是會下降 這些可能都沒有辦法在當年度的GDP裡面看到 這一場戰爭的不確定性 更讓今年全球經濟向在走鋼索 但可以肯定的是 俄烏戰爭引發的經濟衝擊 正在改變歐洲的政治光譜 經濟環境不好 進一步激化了歐洲的這種民粹政治 乃至於像瑞典的瑞典的民主黨 乃以及意大利的兄弟黨 民粹主義的政黨它就會更加強調 國家的自主性 而它會對於歐洲整體的這種經濟政策 會有更多的抗拒 右派再起歐美各國為求自保 紛紛提升國防預算 在團結抗惡的戰爭迷霧當中 努力保住經濟活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戰爭還在持續著 面對被俄羅斯炮火襲擊下的殘破家園 烏克蘭想要提到重建 這條路未來還很遙遠而且漫長 不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日前 曾經在柏林會議上提出了 所謂的新馬歇爾計畫 就是希望將戰後的烏克蘭 能夠建立成為歐洲大陸主要的 綠色能源出口國 世界銀行評估 烏克蘭重建的經費耗資 至少需要3490億美元 另外澤倫斯基也希望藉由加快 進入歐盟跟北約來幫助重建 但是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 恐怕還面臨著幾大的障礙 包括所有加入北約的國家 都必須要有相對的一些條件 但是烏克蘭的條件並沒有達標 恐怕難以獲得所有簽約國的支持 再來就是北約國家已經向烏克蘭 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軍援 他們認為現在沒有加入北約的緊急必要性 還有在戰爭期間加入北約 反倒容易使得戰勢擴大 另外就是申請加入歐盟 同樣遇到挑戰 數不盡的心碎和掉不完的眼淚 最可怕的還有 沒完沒了的猛烈轟炸 俄烏克蘭戰爭打滿一年 烏克蘭各地蒐集來的炮彈殘骸 卻還在增加 巴爾科夫的炮彈墳場 還只是冰山一角 現場武器種類卻已多到嚇人 烏克蘭農地上滿部秘密麻麻蛋坑 短期內根本無法耕作 不止農民受害 不止農民受害 許多烏冬孩子也無法好好上學 看不太多時間 人呆在地下室 有時連遠距上課都陷入困難 一年下來俄羅斯無所不轟 多次鎖定醫院和幼稚園攻擊 但傷害最大的莫過於鎖定能源設施 烏克蘭去年7月曾估算 全國至少有上千間教育機構 上百間醫院和數千公里的天然氣管道 公路 鐵路被毀 重建費恐怕上看7500億美元 折合台幣高達22兆 這個天價金額其實已超過二戰後 馬歇爾計畫的重建費 當時這個計畫分四個財政年度 援助歐洲十六國 當時總花費約130億美元 若考慮通膨則相當現在的 一千三百億美元 仍遠低於烏克蘭所需的費用 為後續重建鋪路 烏克蘭破天荒 在戰爭期間獲選歐盟候選國地位 只是想晉升正式成員 談何容易 向北馬其頓就等了十多年 還踏不進歐盟大門 這之前烏克蘭得贏得更多歐美盟友的信任 如何洗刷內部貪污腐敗和寡頭肝震的亂象成為重中之重 要看他的領導成立烏克蘭 能不能把這個烏克蘭走向一個比較是中央主控的 就是中央政府主控的一個政體 否則的話 這些寡頭各自為自己的利益 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來著想的話 那你這個重建的話就不太可能成功 泽倫斯基為了展現誠意 近期大舉肅灘突襲寡頭住所 這個舉動不只獲得歐盟讚賞 美國不久後也宣布要將沒收來的 俄國寡頭資金提供給烏克蘭重建 今天我正在宣布 我正在宣布的第一次 把歐盟的利益的利益在烏克蘭的利益 用於烏克蘭的利益 這是一個明顯的訊息 有必須為國際的利益 除了想擠進歐盟大門 烏克蘭最迫切的還是想加入北約 知識專家認為短期內機會仍不高 烏克蘭重建之路還很漫長 智庫CSIS認為烏克蘭的數位 只是說到底還是要儘快結束戰爭 除了實體重建 協助撫平兒童心理創傷也是挑戰之一 因為只有下一代內心更加堅強 才能迎來更有希望的未來 預備新聞綜合報導 這場戰爭也顛覆了全球地緣政治面貌的轉變 那麼烏克蘭跟俄羅斯背後支持的國家 也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其實各自有圍繞著他們陣營的 這個不同國家態度呢 也越去的明顯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在俄乌戰爭 滿週年的前夕 閃電造訪基辅 支持烏克蘭的態度就不言可喻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更在會見大陸最高外交官員的時候 向對方告誡 不要對俄羅斯提供殺傷力援助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對於俄乌情勢的態度 一直相當低調曖昧 普清找習近平 責任司機找拜登 烏克蘭戰爭打得難以喘息 兩位領導人卻都還擠出空檔拼外交 就是因為他們都知道 這一場仗要贏 少不了外交全謀角力 今天我表明了 我們的保安保安保安 1.85億美元 責任司機在白宮肩並肩的 和美國總統拜登站在一起的這一幕 鞏固了烏克蘭最主要的軍援來源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表示 烏克蘭需要更多元化的武器供應 才能夠邊收復屍土邊打退俄軍 確實美國軍援的實質內容 開戰至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從一開始送標槍 刺針反坦克飛彈 到現在 抗二神器海馬斯 已經成了基本標配 之前說不考慮給的 愛國者防空系統 M1艾布蘭坦克 美國為什麼全都給了 經過了幾乎一年 美國也看到烏克蘭第一個 它的戰略縱深夠大 而且再來它的這個軍事的抵抗力 意志夠強 美國再加上了解了 普京它目前看起來 並沒有使用核武的打算 所以我們只看到 美國確實實言逐漸加大 對於這些烏克蘭的這些軍援 但是另外一方面 說實在戰爭擴大 甚至是誤判擦槍走火的風險 也跟著加大 戰勢越拖 軍援力道越大 誤判的風險也跟著升高 明知如此 但是在剛落幕的 慕尼黑安全會議上 歐盟和美國的最高層級外交官 都喊軍援不能斷 要向俄羅斯證明 歐美這一次不會分裂 普京併吞的計謀 不會一拖成現實 儘管俄羅斯今年沒有受邀出席 倒是俄羅斯的盟友 中國大陸出手了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先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見面破冰 過去一年 中國大陸對烏俄議題的悶不吭聲 突然要轉向了嗎 你是典型的 你正在用一般西方媒體質疑的方法 使用這個詞的逃亡 中國正在監視後的情況下 我們叫上所有側 去操縱的限制 避免這個情況下 離開了控制 克制 避免局勢失控 從開戰之初 北京就不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但是也沒有表態支持 普京在開戰前二十天還藉著參加東澳開幕式的機會來一場普席會 不過當時說的中俄友好無上限 開戰後就變了 中國對俄羅斯基本上貌持一個等距謀弧的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他也知道在這個時間點如果選擇跟俄羅斯站在一起 恐怕會從我以美女離手來與這個建構成新民戰對抗的一個說詞 所以中國在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有戒慎恐懼的 過去一年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支持表面上不冷不熱 但實際的互動並不能算少 包含去年九月在烏茲別克的普席實體會談 十二月習近平又在北京釣魚台賓館見了普京的心腹梅德維杰夫 而月底的視訊會議 普京就邀請習近平在二零二三春天出訪莫斯科 而且都是由俄羅斯先放消息 如果你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 他希望的是習近平更多可能是想說中俄是站在一起的影響 可是我不認為習近平他會輕易的放棄過去的 俄羅斯的積極拉攏 中國大陸不是沒感覺 只是在等待不對的時機 王毅在此趟歐洲行表示 中國要針對烏惡危機提出政治解決之道 沉默了一年 現在卻說有解方 為的是哪一樁 中國大概有疫情之後 極力致力建構大國外交的一個動向是非常清楚的 中國這個時候介入進去 或許能夠促成一個俄烏之間的和談的可能性 這個時候他可能可以達到一些收割的效果 習近平搶奪大國外交話語權 想要代表非美聯盟調停俄烏危機 但這對已經投入大把財力武器的美國來說 恐怕不能輕易讓步 尤其是準備拼2024連任的拜登 抗俄 抗中就是他的外交成績單 拜登雖然說他知道他真正勝選的關鍵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國內問題 但是烏克蘭的問題 他或許會變成美國的反對黨 拿來攻擊拜登政府 對這些所謂極權政府軟弱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工具 也因此在俄烏衛衝突陷入僵局之際 北約 美國都不忘回防印太 共固抗中連線 全力阻止今日俄烏 明日台海的潛在危機 但是回歸眼前 在促成烏克蘭和平的這一段過程 恐怕是美中的大國地位攻防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好 我是撞開玩 歡迎收看T1點 2022年最洞見觀瞻的國家領導人 非普清莫屬 他在2月24號發動二戰之後 地表最大規模的烏俄戰爭 戰爭當然是殘酷的 有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難民被迫遠離家園 生離死別的畫面讓人為之鼻酸 不過一場戰爭卻有著不同的立場 同樣是俄國知名的美女 出身俄羅斯的網球女神莎拉波娃 目前常居美國 他發文表態反對戰爭支持烏克蘭 而這一位曾經是克里米亞全球最美檢察長 目前在俄羅斯的國際人道協力局擔任副局長角色的納塔利亞 先前則是跟俄羅斯的軍隊一起到了烏克蘭南部的城市 這樣的舉動在IG發文 結果引發了烏克蘭富商的不滿 其實題觀點長期關注世界遺產 今天我們要繼續關心在烏克蘭大家都知道 有著非常著名的世界遺產 比如說基辅就有著千年歷史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如今是不是有遭到戰火的波及呢 還有就是普京上班的地方克里姆林宮 同樣也是在富力堂皇當中帶著戰爭的傷痕 我們今天要深入這些故事 不過一開始我們聚焦的就是普京 他到底是天才型的領導者或者是獨裁者呢 先看分析報導 直升機戰車大舉入侵讓人錯愕的一場 惡武戰爭就這樣開打 普京甚至突然宣布俄羅斯核武的嚇阻部隊 進入警戒戰備狀態 I hereby order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and the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to place the Russian army the turns force on combat alert 像這樣的戰鬥手法相當符合普京 雷厉風行的行事風格 專家認為出兵絕對不是普京 一時心血來潮 布典已經有20年在能力 不是以為一個懶惰的競爭者 而是以為嚴重的 甚至是正常的 生長在蘇聯時代的普京 認為烏克蘭就應該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尤其過去烏克蘭總統相對親俄 但隨著立場逐漸改變 普京開始為烏惡大戰埋下布局 布典的疑問是 那是烏克蘭是在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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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就涵蓋了俄羅斯鄰近的波蘭 還有波羅的海三小國 甚至烏克蘭也不斷要求加入北約 更是大裁普京的底線 普京因此吃了衝托鐵了心 下令俄軍就此進攻烏克蘭 專家認為普京出兵的時間點看似意外 但其實一切早就在他的規劃當中 在普京的進攻南圖裡就是利用了歐洲能源大幅仰賴俄羅斯 趁著國際油價高漲之際 只要緊掐住歐洲的這項弱點 研判歐洲國家會因為擔心能源危機再度上演 不願為烏克蘭冒這個險 只是沒想到試圖恢復俄羅斯往日榮光的這場仗 比想像中還難打 即使沒有一局打下烏克蘭 普京堅持開出強硬的停火條件 要求烏克蘭去軍事化 持續對基督展開轟炸 普京顯然殺紅了眼 專家分析認為 可能是他情報人員的背景 導致對人的不信任 身邊的政治外交到軍事團隊 都只能對他為命是從 也因此跟現實開始脫節 京城一一孤行的做法 他在計劃在一獨自身的做法 我們看到這些 有些人在一層的大廚房 在一層的大廚房 和所有的民主和其他人的 臨部的臨部 和其他人的臨部 很明顯 他不是在這世界上的 活在大泡泡里的普清 大手一挥掀起战争风暴 只是风雨停歇之后 国际对他的信任感消失殆尽 就像普清最安用的这张大桌子一样 能利用距离感进行压制 来达成谈判目的 同时也让国际与他越拉越远 终究只能成为在冰冷宝座上的孤独王者 一般人对于普清的印象 总是不外乎说 他是独胎者 或者是现代沙皇等等 不过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他可是经过选举而上台的 同时也是带领俄罗斯 走过苏联解体之后 衰败命运的领导人 好我们今天提关铁 就要从包括了人物的剖析 还有世界遗产的故事 来看乌恶情仇 同时也要告诉您 普清是如何从基层的KGB干员 一路坐到现在 如同现代沙皇宝座的位置 来介绍两位专家 第一位介绍的是政大恶言所教授 赵竹成博士 赵老师您好 李竹成好 各位观众好 再来介绍的是知名世界遗产导游 马基康马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马上先来看一下 普清的基本资料 她是在1952年10月份的时候出生的 生在哪里 列宁格勒 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 但是她出生的时候 家境相当的贫寒 因为她的母亲是在工厂里工作 父亲则是苏联的海军 但是当时听说社区农测杂暑 她怕有大个子要欺负她 所以她情恋柔道 听说这个功夫了得 但是她在大学的时候 加入了特务组织也就是KGB 鼎鼎有名的KGB 她是基层干人做起的 但是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大家都说普清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不过先前BBC有一个纪录片 做了普清 他访问了他周遭的友人 却有朋友说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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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野心 他对政治没有野心 对事业也没有野心 怎么朋友对他的认知 跟一般大众看他 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普丁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名的 在西方的政治界 那就是说他曾经说过 苏联瓦解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灾难 所以这句话可能会让很多的 西方的政治家 特别像是美国 大概不会喜欢这句话 因为苏联瓦解造成的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但是如果真的要看普丁的话 事实上必须回到他当初接手的俄国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俄国 特别是在92年独立之后 到2000的这段时间 9293年开始私有化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国的财产 被七个垮头就给刮走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 银行的存款利率是300% 300%就可以想象 当时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到底是有多严重 那个经济情况很糟 然后到了94年第一次车城战争 打了两年之后 好不容易定下来才一两年 然后98年国际金融就是危机就来了 然后99年 然后又来了一次第二次车城战争 所以事实上普京接手的是一个 残破的国家 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尊严 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行 所以以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 他不是要所谓的 恢复所谓以往的苏联 而是只是要让他的国家 就是能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上 而且以客观条件来说 俄国的去年的整个国家的GDP 大概就相当于中国大陆广东省 那你说他怎么可能再去 把其他的国家找回来说 我再养你们 那个在现实上是做不到的 我想他自己应该也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了 是 好 不过呢 这次的这个乌俄战争 其实看起来普京到目前为止 他的这个态度 还是相当的强悍的 我们来看一下3月10号 他曾经召开了一个跨部门会议 当时他还是极力的抨击 西方世界国家 是把错通通归咎给俄国 我们来听听普京 当时是怎么说的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俄罗斯能源被英美禁止出口 总统普京召开跨部门视讯会议 高分被抨击 国队上说法当然很多人 还是不能够接受 毕竟俄罗斯还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普京 他不怕世界的各国给他的经济制裁 而且我们都知道战争 很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 卢布扁 对不对 外资逃走 那为什么他会干冒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还是要出兵乌克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数字 老师刚刚讲到了人均GDP 俄罗斯其实并不高 在全世界排名是64 但我们要特别看的是 外汇存底 高达6300亿美元以上 而且排名世界第四 那么这个世界第四仅次于中国日本 还有瑞士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 主要的出口产品 包括了原油 世界第三 出口天然气 世界第一 小麦 世界第一出口国 还有军武 也是世界第二的一个出口国 好 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让他有恃无恐 另外就是俄国境内 包括了人民跟媒体 到底怎么样看待这场战争 因为在俄国人的心里面 和感情上面 事实上很大部分还是认为就是 乌克兰人是跟自己的兄弟 是姐妹 尤其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那个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 彼此同婚 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他们只不过是因为92年 就是独立之后 一条线把它变成两国人而已 对他们来说心理上 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隔阂 你真的要说隔阂的话 老实说就是西部那些人 但是对乌东很多人来说 基本上那个差别没有那么大 至于说后续经济制裁 会对他的那个经济活动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如果说普京这次军事行动 已经准备了八年的话 老实说后面的一些 一些的后果应该都已经 都已经想清楚了 比如说他的卢布贬值 或是诸如此类的 比如说外汇准理 跟黄金储备 在外国都可能会被冻结 所以天下杂志的报道 也是评估就是说 普京其实就是 如同老师刚刚讲的 准备了八年之久 不过说到普京 很多人就会去讲说 他对付政敌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有特务守法等等的 而且一定会谈到一个新闻事件 那就是当年 他们是如何对付 这个俄国反对派的领袖 叫做纳尔瓦尼 那么媒体形容的 非常的戏剧性 就是说他是被下毒 而且怎么下毒法呢 是在内裤上面涂了毒药 而且只要你一流汗的话 就会中毒 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看这则报道 公主如何下毒 他是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 库德里亚夫谢夫 不过他以为是在向上司 回报下手细节 事实上他的通话对象 就是毒杀受害者本人 俄国反对派领袖 纳尔瓦尼 经历被下毒 死里逃生 纳尔瓦尼扮演起侦探柯南 要揪出真凶 然而这一切 还有媒体调查机构的帮忙 时间回到案发当天 8月20号 纳尔瓦尼在返回莫斯科的班级上 感到剧痛不适 他当下就察觉不对劲 CNN记者查阅上百页的通联 和航班记录 汇整出FSB毒杀小组的跟踪行程 而这份经历文件 是由调查性新闻网站 Bellencamp取得 可做调查发现 FSB毒杀小组成立于2017年 时间点恰好在纳尔瓦尼 宣布参选总统后的几天 由俄国话舞专家 马克沙科夫领军 还有几位专业医师被招募 三年内持续跟踪纳尔瓦尼 时机来临 今年8月中 纳尔瓦尼与团队成员 飞往西伯利亚 资料显示 至少5名FSB特务 也在这天搭乘不同航班 飞往相同地点 在纳尔瓦尼下他的饭店 频繁出现这群人的手机讯号 纳尔瓦尼返回莫斯科当天 起床约3个小时后 独幸发作 这时他的团队成员 立刻带着专业人员 冲进饭店 将他使用过的物品 饮用水等全部带走 而与此同时 FSB特工与总部的对话 开始频繁 因为事情发展 不如他们想得顺利 毒杀事件后 在各界压力下 俄国官方终于点头 让纳尔瓦尼飞往德国治疗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批饭店物证 也一起上了飞机 事后德国实验室证实 物证上采集到大量的诺维巧克 CNN记者团队持续追查 发现毒杀小组成员 就住在莫斯科近郊 但这名成员 一看到镜头 就关上大门 我的名字是Clarissa Ward 我工作在CNN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可以问一下 这是你的组织 是你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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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杀小组浮上台面 在CNN揭露 调查报导后 纳尔瓦尼决定 自己当起侦探 正在德国机密地点 敬仰了他 开始拍摄 一系列调查影片 按照名单打电话 用激将法 掏出特务的话 没想到还真的成功 假扮FSB高阶官员 成功取得特务信任 长达45分钟的通话内容 将下毒过程全盘拖出 面对一切爆料 俄国官方仍然全盘否认 而大难不死的纳尔瓦尼 在康复后打算重振旗鼓 就算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回到故乡俄国 一连串抽丝剥茧 毒杀真相仍是各说各话 俄国反对派与总统普京的谍报战 仍然是充满谜团 好 这个新闻其实在当年 真的闹得满城风雨 影片当中普京我们也看到他说了 他说我没有指使 如果我要做的话 老师会有什么笑的 就是说如果我要做的话 绝对做得干净利落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可是专业训练的是不是 赵教授这么看这件事 赵教授你也笑得太快乐 如果真的是KGB这种俗神 去做的话 真的做这件事 那个人应该早就被枪毙了 因为这种事情都做 还露出马脚 还被人家抓到 这个事情老师说真的不要太当真 第一个 你在所有每次的历次的民意调查中间 就是政治人物 如果要选总统巴拉巴拉的 然后就说你对他的支持度 或是那个认同度 就调查他只有百分之一 永远都百分之一 你说百分之一 怎么可能是一个反对派的 反对派的主要领袖 那我是普丁 我根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 任何威胁 那他唯一的工作就是 每天骂普丁而已 比如说普丁贪污 这个国家哪里不好 诸如此类的 我还是想要稍微聊一下 也许 那个Navi Choke 就是那个神经毒的那个东西 他在苏联的时候 那工厂跟实验室是在乌兹别克 那结果后来就是乌兹别克独立之后 他根本没有办法经营跟管理那个实验室 所以就请了美国人帮他帮忙 帮他处理 美国人是把那个实验室跟那个 包括那个 发明Navi Choke的那个科学家 全部带到美国去 就在马里兰州 所以那个东西 不光是那个俄罗斯知道 就那个配方 那个美国人也知道 美国人也知道的话 英国人那个也会知道 那个真的不是什么秘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普京上班的地方 那就是克里姆林宫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红场 俄罗斯很有名的红场 每一年都会举办大阅兵 对不对 包括了5月9号 其实这个时间也快到了 它是他们的卫国战争纪念日 那么纪念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二战胜利 还有11月7号 他们的十月革命纪念日 纪念什么呢 苏联成立 都会在红场举行大阅兵 但是里头最吸睛的建筑 其实莫过于洋葱头 对不对 好漂亮 就是圣巴西尔大教堂 很多人误以为说 那就是克里姆林宫 但其实整个克里姆林宫 是一个建筑群 其中就包括了 圣巴西尔大教堂 那么同时也包括了 很多其他的一个 红场的建筑等等的 1990年的时候 列为世界遗产 请问一下马老师 有哪些看点 其实就像凯文刚刚提到 克里姆林宫 它不是单一建筑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说俄罗斯 从第二沙皇时期 一直到苏联时期 甚至到现在俄罗斯 基本上也都是权力中心的一个所在 所以来到莫斯科 大家一定会造访的 就是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城市当中的堡垒 内城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其实紧离莫斯科河旁边 这边其实有渡口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防卫地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呈现一个建筑群 其实有很多看点 包括这些建筑 像刚刚凯文刚刚提到的 这个教堂的这个洋葱头 事实上它也都是从东正教 从军事 当时军事坦金堡 伊斯坦堡那个地方学习而来 不过最有重要的看点 当然有一口钟 还有包括一门炮 这个其实也都是巨大 真的我们看到俄罗斯 今天俄罗斯这个国家 基本上疆域非常的广大 在这个地方 他也看到这个钟跟炮非常巨大 这个钟其实在1733年的时候 当时是第二沙皇安娜女皇 当时召集了200个能工巧匠 用这种所谓的铜跟锡 为主要的这种合金 可是里面又加了一些 金跟银的成分 虽然很巨大 可是据说一敲就裂了 它可能那种所谓的比例 橙色没有抓好 更重要后来发生一起火灾 火灾其实造成这一个 我们知道这一口钟 在喷水的时候 一不小心很烂炸 就掉了一块 可是这一口钟总共有200公噸 光掉下来因为冷热差距 热上冷缩掉下来这一块 各位现在看到那口钟 是有个缺口的 就高达11.5公噸 所以你发现这一口钟 整个的厚度也非常厚 整个造型也是非常巨大 可是据说它是从未被敲响的钟 因为一敲 其实又产生这样的裂痕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当年18世纪 当时第二沙皇时期的 这个造中的一个工艺 还是陈列在克里努里宫这个地方 让大家参观 另外一门炮 这门炮也是什么 全世界最大的滑膛炮 我们现在坦克使用的 都是这种滑膛炮 以前的炮 其实它是用那种铁球 然后直接攻打对方的城堡 所以口径越大 当然它杀伤力其实也越高 可是这一口炮据说也是 从未被点燃的 一炮未发 因为一样重看不重用 因为光炮升就40公噸 然后整个原炮座有80公噸 光要拖动 各位知道战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移动要迅速 然后移防要快速 可是因为实在是重看不重用 所以这门炮真的 人家炮要追求弹无虚发 可是它真的是虚有其表 不过在这个地方 也把它做一个呈现 刚提到俄罗斯它是战斗民族 所以他们对于以往 不管在战争当中所 为国捐躯的这些无名烈士 也是非常的尊敬 所以在红场附近 有一个亚历山大花园 也是在城外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无名烈士墓 这边其实最大的一个看点 除了看到他们的历史 这边有一把火 在1967年点燃到现在 为了追思这些 为国牺牲捐躯的这些革命 烈士们 它是永远没有熄灭 也象征 你看俄罗斯这一个国家 斯拉夫民族 其实从过往的岁月当中 一路走来的这样一个艰辛过程 不过我们都讲 那个洋葱头 洋葱头 但是其实它是有意义 包括这个色彩缤纷 每一种颜色 好像也有它代表不同的意义 是 那个就教会来说 那个是屋顶做成那个样子 就是仿照那个烛光 就蜡烛点燃出来那个烛光 很像我们这样画蜡烛那样 然后那个上帝就在所在的地方 你随时可以去敬仰 然后人对上帝的那个敬仰 是无穷的 那个生生不息 那一般来说 就是教堂的颜色 主色大概就是金色 蓝色跟绿色 那金色的话 大概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里面 那个圣灵 然后绿色的话代表是生命 然后蓝色的话代表的是玛利亚 因为东正教里面非常崇拜玛利亚 这段节目我们讲的都是俄罗斯 稍后回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乌克兰 尤其要关注什么呢 乌克兰其实有世界遗产 也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最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忧心忡忡 为什么呢 因为很怕世界遗产 遭到战火的波及了 而且特别 我们看了新闻报导是说 他们要去调一些卫星图像 希望能够好好地来关注 乌克兰的世界遗产 有哪些呢 我们马上回来 乌尔情仇前一段节目 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 那么这段节目就来关注乌克兰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 因为战争的关系 被迫要逃离家园 不过去有一群人 他们选择回到乌克兰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则报导 听听乌克兰人战火下的心声 全身包紧紧坐上火车 俄乌战争爆发第16天 这群乌克兰人决定踏上返乡旅途 保夹为国 花费五小时 一路从波兰赶回乌克兰 第六大城市利维夫 有的人利用车程时光打牌 暂时忘却战争烦恼 有的则透露 自己会加入志愿决行列 是希望能和家人有相见机会 可能我父亲和家庭 可以看到我 或者我可以回来 很多人我来说 他们没有选择 而回到乌克兰 他们的家庭都在这里 他们必须在这里 在乌克兰人 另外位在首都基辅 也有不少乌克兰人 展开紧急训练 自愿成为国土防卫军议员 因为我以为 我住在俄网共同盟 比较半个人的生命 我非常好知道 俄网共同盟 我不想我的儿子 我不想所有乌克兰人 现在我们在Lviv 我们在特殊防卫団 我们在准备战争 困结力量大 这群乌克兰人 决定拿起武器 保卫心爱家园 展现出小虾米 也能对抗大鲸鱼的 坚定决心 我们来整理一下 乌俄的情仇简史 其实就是 苏联人解体之后 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就独立了 先前我们前一段节目 已经谈到了 克里米亚的问题 另外就是乌东 也就是乌国东部 有一些俄罗斯裔的居民 对不对 他们组成了反叛军 然后主张要独立 然后后来俄国是选择 支援这些反叛军的 所以乌俄之间就开始 有点很紧张的关系 但是2014年我们看到 战争死伤已经超过 有一万多人 但是2019年的时候 几几乎乎达成协议 但为什么在2022年的时候 又爆发战争 乌克兰反俄情绪有多深呢 赵教授 今天的问题事实上 不是俄罗斯族群的问题 而是在当地90% 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 和他的基辅政府中间 对于很多的文化 政治经济上的议题 事实上产生很大的分歧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有人会把它分成叫做 那个亲欧派 或是那个亲俄派 把它给直接给拉开 这种情况是这个国家里面 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严格说起来 那个反俄情绪事实上 不是一个普遍的 普遍现象 当你到那个 刚才说的利沃夫 这样子的城市 它是一个非常 它从18世纪以后 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城市 它是奥匈帝国的领土 跟顿内刺客这边 从17 18世纪之后 就是莫斯科 俄罗斯的那个领地 它是截然不同的一个 一种社会文化的 历史记忆的 这样子一个 一个传承的一个地方 所以出现这种的 反俄或是亲俄 然后说是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对它国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严重的 一个撕裂的 一个内在因素 不同立场 不沟通 不对话这件事情 的确是乌俄战争 很重要的启示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战争无情 子弹也是不长眼的 无百姓的生命财产 会受到威胁之外 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们是非常忧心忡忡的 就是乌克兰的世界遗产 其实乌克兰整体来讲 有七处世界遗产 那么其中包括了基辅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还有洞窟修道院 他们现在联合国 已经在讲说 我要特别关注这两个地方 而且也希望之后 能够列为优先保护的对象 但是第一个被列入的 其实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对不对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它的重要性 其实以索菲亚教堂 命名的教堂 在世界著名的 其实各位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在哪里 在伊斯坦堡的 君士坦地 大地所兴建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它其实代表就是 基督教当时分裂 分成东西两个教会 所以当时君士坦地堡 也就是今天伊斯坦堡 其实东正教的一个 所谓牧守住宅地 当然到后期 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 这个俄图曼土耳其帝国 灭亡之后 取而代之莫斯科 还有包括当时的这个俄罗斯 就希望第二沙皇 就希望取代这样的地位 基本上这个地方 也都是信奉东正教的地区 那索菲亚 圣索菲亚 其实刚刚提到 除了在土耳其 伊斯坦堡有非常著名 它是西元五世纪就已经新建 那当然对当时的这个教堂 尤其东正教教堂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揭示作用 所以当这个第二沙皇 承接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在宗教上面的地位的时候 当然他们也会想在 这个当时也是属于第二沙皇 这个基辅大公国的 这个首都叫基辅 来盖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那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也就是目前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在乌克兰的这一个部分 它总共有13个穷地 那同样的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哈尔滨 还有一所 还有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其实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东北有很多俄罗斯族人 同样的他们把自己的宗教 带来到中国东北这个地方 同样在哈尔滨 新建了一个圣索菲亚教堂 索菲亚的意思其实 它就是神圣智慧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三个著名的教堂 尤其在乌克兰首都叫基辅 这个地方 它从11世纪的时候开始新建 总共有13个穷地 其实很多的建筑形态概念 都是模仿至当时的军事坦丁堡 圣索菲亚教堂 因为他希望当时把这个地方 打造成新的军事坦丁堡 来做这样的一个承接 其实当时是由什么 亚罗斯拉夫这样子一个 大公家族来兴建 所以这个地方最著名的 除了它的外观 还有建筑本身 因为它是深绿色的 这个浅绿色的这样的穷地 非常的漂亮 更重要里面还有包括 东正教有的叫做乡千画 马赛克乡千画 还有施壁画 这其实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宝贝 据说里面中央还有一个 所谓的圣母的一个 马赛克拼天的画 这个画其实也是镇馆之宝 因为据说只要这个画 保存在这个城市 就会永垂不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的重点是在这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避开的景点 则是洞窟修道院 真的有洞窟吗 对 其实它是一个洞窟 可是入口的地方 它是盖成一个教堂的立面 还有包括一个钟楼 走进去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是在 11世纪的时候所兴建 这个地方洞窟里面 其实包括墓地 教堂 其实都有 也是跟刚刚我们提到 圣索菲亚教堂一样 同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以前大部分都是 隐修苦行的这些所谓的僧侣 就是东正教的这些修士们 在这个地方来进行 现在当然也是开放 同样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参观 但是它对于历史传承 据说有格外不同的意义 是吗 赵教授 因为这个修道院里面的修士 在十一 十二世界 编了一本编年体的历史书 叫做古编年纪 现在我们关于俄国史 乌克兰史 就是这种历史所有的起源 原则上通通是依靠这本书 来去做书写的 了解 他包括告诉你说东斯拉夫人是在哪里 包括基辅是什么时候建的 谁建的 然后后续的一些 基辅时代的早期历史 都在他这本书里面 特别重要的就是 里面记载的就是988年 就是为什么基辅会接受 拜占庭的东正教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后来所有的历史书 原则上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写 就是历史的论述也从这边开始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讲到世界遗产的时候 另外还要再讲一个 就是俄乌战争一开塔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在关注的就是 核电厂的问题 尤其是车诺比 对不对 那车诺比核电厂 我们都知道去年 其实它是灾变35周年 那在当时其实乌克兰政府就有想说 我也要把这个车诺比核电厂 要生移 有关这点是马老师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 其实像车诺比 它是在1986年的时候 震惊全世界 因为目前放眼全世界 还没有一个国家 曾经遭受过像车诺比 同样的一个核灾的一个变化 当然世界遗产 不单单是以往的东西 其实重要的是在 每个不同历史朝代当中 能够我们讲的不管事件也好 不管这些建筑也好 能够给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些启发跟启示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到像雪莉哥剧院 虽然是新的 可是它也是被列为世界遗产 同样的虽然是1986年 才发生的车诺比核灾 可是它对于人类 包括人员政策 甚至核灾 灾变之后 对于整个环境的破坏 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启示作用 所以乌克兰其实也正式提出 希望能够以这样一个项目 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当中 其实就算不加入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其实在大开战之前 其实就有很多的观光团 会来到这个地方参观 因为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废墟旅行 来看看就是同样的 我们刚刚提到 可以给自己什么样的启示 或是给国家的政策 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这个其实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好的 也可以给大家很多不同的 一个方向角度去思考 讲到废墟旅行 马上又想到皇岛 对不对 你也曾经介绍过 好 讲到乌厄情愁 这段历史的话 怎么也会跟罗宋汤扯上关系 这段故事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讲到乌厄情愁不止 冰戎相见 居然还有舌尖之争吗 双方先前蒸的是罗宋汤 到底是谁的传统文化料理 我们先看报道 加入甜菜根 番茄 洋葱熬煮 一口牛肉 一口菜 酸中带甜是罗宋汤最大特色 有句话说罗宋汤是每个俄罗斯妈妈 都会做的家常料理 但她的身世之谜 可能很多人都搞错了 虽然俄罗斯好几次向全世界宣告 罗宋汤是属于他们的招牌菜 但南韩作家南元像 在最新出版的这本书籍当中 却推翻出其实罗宋汤的起源 是来自于乌克兰 即便俄罗斯外交部 曾在推特公开喊话 说罗宋汤是俄罗斯传统料理的象征 但当时就受到不少乌克兰网友抨击 说抢走克里尼亚半岛就算了 连罗宋汤都要抢 更指责俄罗斯每次都想偷走 跟乌克兰有关的一切 无二战争还没打 这场罗宋汤大战早就是一片枪临弹雨 起源自乌克兰农民美食 但由俄罗斯发扬光大 食物绅士的背后是种族认同的抗争 其实它都是从原本是一个殖民地 平民吃的一个庶民小吃 然后经过统治者的统治之后 反而成为他们餐桌上面的 一些珍贵的食物 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之后 乌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之战 从没停歇 现在这股烟消味 随着开战冲突越来越浓 在厘清到底是俄罗斯的 或者是乌克兰的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个中文名字 罗宋汤好特别 为什么姓罗跟宋 其实罗宋汤 常常大家误会 是姓罗的跟姓宋的人 两个合起来发言 其实不是 它就是一个译音的差异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叫做俄罗斯 俄西亚这个国家我们叫俄罗斯 可是日本把它叫 路西亚 翻成中文就是我们叫路西亚 以前我们讲说 俄罗斯人也来到东方 实力洋场上海这个地方 上海人讲的话 讲路西亚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罗宋 因为带着香音来讲 这样一个名称的一个关系 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 所谓的罗宋汤 可是罗宋汤 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都加番茄 可是事实上你吃到正统 道地的罗宋汤 基本上没有加番茄 为什么 因为当地其实产最多叫甜菜 其实最重要的一味叫甜菜 可是在台湾是喝到很多 罗宋汤 里面是没有加甜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取得不容易 其实在台湾最常喝到的糖品 反而不是罗宋汤 是罗多排骨汤 因为这是我们在地 土地里面就生长出来 同样的概念你可以去理解 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罗宋汤 因为第一个材料容易取得 加上又便宜 早期都是平民或是农民的 这样子一个补充热量 或是补充能量的这样子一个食物 所以其实罗宋汤 各位真的不要再以为 是姓罗的 姓甘宋的 它其实就是音译上面的一个差异 我也会煮罗宋汤 那我婆婆教我煮 但是在台湾最常加的是什么 高丽菜 对 高丽菜 因为容易取得 对 而且那个汤头也会甜 因为像这样的饮食文化 因为非常特殊 也是属于斯拉夫民族所拥有 所以乌克兰之前就想把它列为 所谓的非物质遗产 在饮食文化类的 刚刚也跟卡伦提到 这个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 关于罗宋汤之争 就让我们想到 中国跟什么 跟韩国 短午节 中秋节 到底是谁发明的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文化都细出同源 到了不同地方 其实会有不同的发展 其实都是源自于同一个概念 不过赵教授您是流饿的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很擅长喝 会不会擅长做我不知道 但很擅长喝罗宋汤吧 那请告诉我们 好像听说俄罗斯版跟乌克兰版 不太一样 没有啦 那个乌克兰 那个红色的甜菜汤 那个俄文叫Bosch 那个确实是乌克兰人 主要的一种汤品 但是俄罗斯的话 主要的汤品是一种叫She 这种的菜汤 就是高丽菜汤 它的主体是上的高丽菜 那我没有煮错 所以现在很多 那个卖这种汤的里面 放了一大堆肉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肉不是主角 不是重点 是那个甜菜或是那个 或是那个高丽菜 像我们煮的话就是用牛肉 对 牛肉下去炖 那个只是点缀一下 所以跟那个 马老师讲的事实上是一样 因为它就是 主要产力量就是那么大 然后最主要是说 帝国时代 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根本不分 那既然不分的话 我这边可以做你的 你这边可以做我的 这种文化上的一个互相的影响 跟交流事实上是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只不过分家了 然后就说 什么都要争 就要争这是我的 什么都要炒来炒去 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除了争这个罗宋汤 谁是比较正统的之外 其实也有人说 乌克兰才是俄罗斯帝国的起源 这样的讲法对吗 这个是乌克兰史学家的看法 但是就俄国史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整个的历史走向是基辅罗斯 然后到莫斯科 然后从莫斯科再转到彼得堡 然后彼得堡再回到莫斯科 它的一个历史的走向是这样子的 那乌克兰的这一部分 基辅在1240年被蒙古人给拟贫之后 事实上它有很大部分那段地方是空白的 乌克兰这个名词要到1918年的时候 就帝国瓦解之后 在基辅成立一个叫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那个时候才出现这个正式的名称 帝国时代 以基辅为中心那一块地方叫做小俄罗斯 所以它有个叫小俄罗斯总督府 所以历史上我们把东斯拉夫人在帝国时代 事实上它是叫做大俄罗斯 然后白俄罗斯跟小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就是现在的白俄罗斯 大俄罗斯就现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现在俄罗斯 然后那个基辅乌克兰这一块 就是以往的所谓的那个小俄罗斯 那所以关于乌克兰这个国民 事实上乌克兰在14年之后 事实上有经过好几次的讨论 有一种讨论说是不是就把乌克兰这个名字给改掉 就叫做基辅乌克兰或是这样子的 就是让他跟基辅传神起来 那甚至有些人就干脆说我们以前叫小俄罗斯 就干脆回过头叫小俄罗斯 但最后在波罗森克那时候没有做定论 后来就不了了之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莫斯科 其实是整个俄罗斯现在的政经中心 但是老师刚刚也讲到了圣彼得堡 对不对 那就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镇 同时也是第二大臣 最重要的是刚刚老师也讲到俄罗斯帝国 其实他有两百多年的时间都定都在这个 列宁格勒 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 那么更具有皇家大器 有关这一点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好 这段节目我们就回到普京的出生地 也就是圣彼得堡 以前叫做列宁格勒 那这里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 整座城市在1990年的时候 也被列为了世界遗产 过去的皇宫如今变成了博物馆 但是谁来捍卫这些珍奇宝物呢 据说有一群邪猫剑客 真的吗 我们来看 坚恩主播奎斯特来到圣彼得堡 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 就是影视卢国务馆 这里过去是俄国沙皇 避寒居住的皇宫 因此被称作东宫 十月革命后向大众开放 与法国罗浮宫 英国大英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齐名 名列世界四大博物馆 影视卢博物馆是俄国最大的博物馆 采用巴洛克建筑风格 内外都十分华丽 以绿墙白柱搭配金黄色柱廊 里头有一千多间展厅 收藏品达三百万件以上 每件作品画一分钟欣赏 要六年才看得完 由18世纪英国钟表师设计的孔雀中是镇馆之宝 目前已经退役 一个星期只会上好发条运转一次 在整点秀出孔雀开屏 除了拥有丰富馆藏 这里出名的还有百年前 就穿梭在艺术品之间的东宫猫 影视卢博物馆的地下室 有着这一群教课 猫咪们在拐线间穿梭自如 看到人类也不怕 有的慵懒有的高傲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影视卢博物馆一度因经费拮据 无力再负担东宫猫的招呼费用 使得猫咪健康每况愈下 直到1995年 当时身为博物馆员的浩图男 发起募资活动 才使东宫猫免于断粮 东宫猫一度多达300只 如今只剩下50只 继续守护着艺术馆藏 东宫猫享有专人照料 配有猫食堂 猫宿舍 每只猫还拥有受益登记认证的身份证 抓老鼠不再是主要任务 而是吸引观光客的活招牌 好 以前的列宁格勒 到底在历史文化重镇的地位上面 有多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文豪杜斯托也夫斯街名著 《罪与法》 就是在列宁格勒完成的 还有天鹅湖当年的首演 在1895年的时候 也是在圣彼得堡的剧院 演出大成功 所以到现在还演出不坠 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教授 你说其实如果从空中鸟看的话 他和圣彼得堡跟阿姆斯丹丹很像 为什么 圣彼得分成新区跟旧区 而是那个旧区 旧区就是彼得大帝 就是在芬兰湾一个沼泽地 填海填出来的 那彼得大帝进行西化的时候 他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到西方去旅游 然后去学习 然后他最重要一站就是阿姆斯特丹 他在那边还自己假装学徒学造船 所以阿姆斯特丹本身又是 那个填海造路造出来的 所以那个旧区 而不是新区 就是旧城的部分 它很大的部分是 以阿姆斯特丹为蓝本 然后来去建设的 它的整个的精神风格 跟莫斯科是完全不同的 它有更强烈的 欧洲式的风格跟气息在里面 所以问一般人说 莫斯科跟彼得堡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城市 事实上大部分会是喜欢彼得堡 因为那个气息完全 不过讲到彼得大帝 他本人蛮有戏剧性的 我们刚刚讲 你看他还出国留学 对不对 而且真的学成归国 而且去建设他自己 心目中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城市 但是他的死亡 听说也很戏剧性 而且跟建议有关 彼得大帝在整个第二沙皇 西化的过程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也因为在一次视察当中 芬兰湾 刚刚赵教授有提到 芬兰湾这个地方在他造访 或是考察一个炼钢场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碰到什么 有几个士兵落水 那是冬天的时候 彼得大帝当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 被尿徒症所苦 可是他还是见义有为 看到有人掉下水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想身为一个国王 竟然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成功顺利的 把这几名士兵救起来 可是也因为冰冷的海水 让他的病情更加重了 所以在隔年的二月 他其实有辞世 可是在辞世之前 因为他作为非常重要 第二沙皇时期 开破先河非常重要的一个创建者 在他遗嘱当中 也为未来整个俄国 在发展过程当中 也定定下蓝图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 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 都说见谷之惊 但没想到当代的战争 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台湾人民 很大的启示 非常谢谢两位 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踢观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